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信主了吗 请放下有多少还没有信主的举手 还没有信主的 这边有几位 这有一两位 那么我相信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耶稣是谁 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我们所信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但是对于一些不信主的人还不太清楚 有人说信耶稣 你就觉得有人说我加入了宗教 我加入了一个基督教 这个说法都不是准确的 信耶稣并不是说你加入基督教 你就真信耶稣了 很多人虽然受洗了 但他并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究竟是谁 不要说我们 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跟随了耶稣三年多 也不都认识他是谁 我们看一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 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十六节 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 大家知道这里面谈到耶稣基督是谁 是谁说的呢 十六节是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知道这个十六章十六节 大家记住啊 这很重要的一段经文 是指我们所信仰的核心 耶稣是谁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大家你们还记得吗 好像十六章十六节都要记住啊 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六节是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记住这些经文都带有种应许性的 带有一种确定性的 信耶稣并且受洗就得救 那一会我们结束了 我们丰盛华教会有些弟兄怎么样留下来 他们要受洗 这个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 那么受洗并不是说因为你受洗得救 是因为你信了耶稣得救 信了耶稣同时受洗得救 那有很多人说 我信了主了 我不一定非得受洗嘛 受洗不就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吗 我可以不受洗 我就可以得救 那是你说的 圣经没那么说 圣经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那么这个受洗是一个 好像一个宗教的仪式 可是信心是在之前 如果你不信 你受洗没有用 有的人说 哎呦我们这个好像点水 不是不太好 点水就点那么一块 那进水就进到水里边 那洗得比较干净 因为这人醉特别多 水得多一点 水少了洗不净 这个观念都是错误的 都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你要如果不信 你就洗一百遍 你还是不得救 对不对 你就用澡堂的泡都没有用 你要信了受洗才能得救 大家知道这些前提 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从第十三节 我们来看到二十节 这七节的经文 来讲到耶稣是谁 这段经文 我们大家弟兄姊妹 是很熟悉了 有一天耶稣带着他的门徒 来到了一个地方叫菲利比 凯撒利亚的菲利比的境内 那么耶稣在那时候 问到门徒们一个问题 他说你们说我是谁 这是一个问题 要问门徒们 老师常常会问门徒 对不对 老师问学生很正常的 那么作为一个老师 带领这十二个门徒 三年多的时间 跟他们谈了无数的话 教导他们 如何的做主耶稣的门徒 天国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该如何的去生活 弥撒亚来了 要做什么 都告诉他们 人类的福分 从哪里来 都告诉他们 可是呢 门徒们也都听 也都跟耶稣一起生活 三年之久 他们却不知道 耶稣是谁 你看到没有 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 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们过去觉得 这个宗教嘛 就这么几个大宗教 基督教 然后呢 天主教 然后呢 伊斯兰教 然后佛教 还有其他的一些宗教 中国的还有民间宗教 那么我们 人的看法 都认为 所有的宗教 都是好的 因为最近好像 人们常说 有信仰 总比没有好 这句话有问题 有问题 有信仰 如果有错误的信仰 还没有那个没有好 我告诉你 你要真信错了 把你带到地狱里边去 所以这个信仰 非常的重要 但是信仰的正确性 也很重要 人们认为说 我只要信了有个信仰 我就能够做好人 对不对 条条大路通罗马嘛 信什么都可以 反正神就那么一位 在基督教里叫耶稣 在回教里叫莫哈莫德 在佛教里叫释迦莫尼 然后在法轮功里叫李洪志 反正大家都叫这个 反正我们信哪个都行 信一个就好 是吗 你找对象 怎么不找一个就好呢 随便拉了一个 你就同意了 不是那样子吗 你不能见哪个都叫爹 见上有爹就好 不是这样子的 神只有一位 神只有一位 那位真神只有一位 只有一位 那么我看到门徒们 他们认识耶稣 他们跟随耶稣三连多 他们还在经验中认识耶稣 我看到门徒们怎么回答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耶稣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十四节 他们说他们是谁呀 门徒 门徒们怎么说的呢 门徒说 有人说 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 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 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你看看 人们 跟随耶稣三连多的门徒 这里边包括 雅各 包括约翰 包括安德烈 包括马太 包括巴多罗买 包括这所有的门徒 甚至包括 出卖耶稣的犹大 那这些人 没有一个认识耶稣是谁 这个老师教的也是有点灰心 你像你教了三年 你教了 结果你问的问题 他都回答不上来 那你这老师 我记得我的老师 那个时候我们念书 也都是不好好念的 我们老师问问题 我们回答不上来 我们老师就非常沮丧 非常沮丧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突然回答上来 他就很高兴 他说 有一个人会 我就没有白教 你做过老师 你知道你讲过这种话没有 只要有一个人会 这般上就说没白教 我记得有一天 我们的老师 我的班主任的 在黑板上写一个字叫道 就是耶稣那个道 就是那个约翰丰一开始 要太初有道那个道 那个道会写吗 会写一个手字 加一个走针 对不对 道 那老师在黑板上写了 这个道字 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同学们来回答 那我们都高中了 你知道吗 同学们一回答 没有一个回答对的 有人说道路 道理 道德 我们讲道路 道理 道德 老师说 我问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问的是那个字根 每个字 它有个最根本的意思 那个字根是什么 没一个人回答得上来 回答不上来 老师就问我 张伯利 你来说 我那时候是语文课代表 就是应该语文比大家好一点吧 他说你来说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说 他们该说的都说了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说 是说话吧 我们老师说 我没白交 有一个人懂 其实我是蒙上的 我也不是说 我就懂了 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最近正在读 这个三国演义 曹曹道 吕布道 刘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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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话嘛 他说 道者说话也 道的词 自根的最根本的意思 是话语的意思 你知道吗 是话语的意思 后来我读圣经 我一打开英文的圣经 太处要怎么说 英泽北京林 那个道叫word word的什么意思 话语的意思 对不对 那后来我又到神学院 我们的神学院呢 叫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logos是希腊文 什么意思 道 L-O-G-O-S logos也是道的意思 你要记住啊 英文希腊文 中文道 都是说话的意思 说话的意思 那么这个道 在圣经中告诉我们 这个道 道是上帝的话 你们 所以今天听牧师讲道 牧师讲什么呀 讲上帝的话 Hallelujah 讲什么 讲上帝的话 就讲道 讲道不是说 你讲你自己的话 是讲神的话 这个叫道 所以我们看到 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他就是道 门徒们跟了他三年多 却不认识 耶稣就是道 因为他们没有认识 耶稣是神的第二个位格 耶稣跟他们说过没有啊 说过多少遍了 大家都耳旁风啊 耶稣说我要被卖 要被交给祭祀长和文士 我要被带到耶路撒冷去 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第三天我会从死里复活 门徒们听了就过去了 听了就过去了 耳旁风 那么耶稣到了菲利比的境内 在庞菲利亚 该撒利亚的菲利比境内 就对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 因为耶稣已经到耶路撒冷啊 往耶路撒冷走的路上 马上就下十字架了 门徒们还不知道他是谁 这怎么可以呢 那如果耶稣走了 谁能完成主耶稣的使命呢 你传的能够是准确的耶稣基督吗 你不可能吧 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谁 你怎么能传扬他呢 你必须认识他 了解他 和他建立关系 和他建立生命的关系 所以耶稣问 你们说我是谁 门徒们回答的 太令人失望 你是施洗的约翰 他们不是那么说 他说有人说 你是施洗的约翰 我如果有一天问我儿子 我说儿子你说我是谁 他说有人说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谁能由你了解我呢 你是我儿子 对不对 有一天我问教会的会友 你们的牧师是什么样一个人 你说有人说 网上说 这不很奇怪吗 你网上说我是谁 你们跟着我这么多年 我们建立教会十几年 你还听网上说我是谁 哪个是真实的呢 网上说的绝对不是真实的嘛 对不对 你见到那个才是真实的 你跟他生活在一起真实的 如果有天我问我老婆说 你说我是谁 他说有人说你是 那不更怪吗 门徒们跟耶稣三年多 耶稣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是谁都回答不上来 这很令人失望的一件事情 你没有思考过吗 他们从哪里认识耶稣呢 他跟了耶稣多 三年多 他还是从经验中认识耶稣 他们首先第一个说的是 你是谁呢 你是施洗的约翰 施洗约翰是谁呢 大家记得施洗约翰吗 圣经中福音书一开始 记载一个人叫施洗约翰 这个人呢 来了就是让人悔改 他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他主要是为罪 为罪 就是你叫认罪悔改 所以施洗约翰的洗呢 是什么样一种洗呢 是犹太人的一种悔改的洗礼 他给人在约旦河里施洗 他是先知 他生活在旷野里面 他穿着这个骆驼的毛 戴着骆驼毛编的帽子 过吃着蜂蜜 蝗蟲野蜜 他吃这些东西 他跟我们吃的都不一样的 他是施洗的约翰 他当然人们认为 他就是弥赛亚 好多人认为他就是 他说我不是 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 那个会来的 那个 那位救主 弥赛亚会来的 但是我不是 我是来给他开辟道路的 我要修之主的道 开脱他的路 所以你们到我的面前 不是认识 我不是那一位 他自己都说不是 可是他门徒们却说 耶稣你就是施洗的约翰 当然耶稣不是 那么耶稣是受谁洗的呢 耶稣是受施洗约翰洗礼的 对不对 耶稣有一天来到 这个约翰河边 他让施洗约翰给他施洗 那施洗约翰说 我不行 我怎么能跟你施洗 应该是你给我施洗 我怎么能跟你施洗 那耶稣说 我要尽那个本分 因为作为人子 他降世为人 他要尽那个本分 他要来到这个 这个要信主 信主 所以要受洗 要受洗 所以那我当我们看到说 当门徒们说 他是施洗约翰的时候 他们就从经验中认识说 耶稣就是那位施洗的约翰 因为施洗约翰 那时已经被杀了 你知道吗 耶稣的门徒里边 为什么要有人会这样说 因为耶稣的门徒里边 有很多是施洗约翰原来的门徒 你记得吗 他们跟随了四约翰 那他后来发现四约翰被杀 他们就跟随了耶稣 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是跟随了耶稣 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们生命发生了根本的一个改变 但是他们对主耶稣究竟是谁 他们并不完全的清楚 所以这一个浮潜的认识 他们说你是施洗的约翰 又有人说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我们知道以利亚 是旧约中一个最著名的先知 他的事迹记载着猎王纪上 记载猎王纪上 这个以利亚是个什么样的先知呢 是大有能力的先知 是为主大发热心的先知 当时那个君王 犹太人的君王叫亚哈王 亚哈 亚哈这个人呢 娶了一个特别特别凶的太太 那这个太太 你长得很美丽 你王找的太太都是漂亮的 对不对 那她怎么能长丑的呢 丑的她不为干嘛 对不对 她一定找美的 都是明星一击的 对不对 这个女人啊 这个叫耶喜别 长得漂亮 但心很恶毒 所以人们要形容女人很恶毒啊 就叫她耶喜别 人家耶喜别 诡计多端 她拜偶像 她把偶像带到了犹大的地方 那么亚哈王听老婆的 所以呢 先知警告她 你不能够拜偶像 她把这个耶华的店都封了 她来转秋毯 来拜这些偶像 那么先知指责她的时候 她就开始追杀这些先知 她把这先知全部都杀掉 关起来 全部都关起来 这个这个以利亚 跑得快就跑了 我有点像以利亚 就跑得快 关键的时候该跑就得跑 那顶不住就跑 她跑的时候呢 她临跑的时候 她就给亚哈王一个警告 她说我要祷告 你如果不悔改 我让这个犹大帝 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 你知道阿拉伯地区本来就不太下雨的 下雨就很少 它什么时候下雨呢 像我们加州说冬天下雨 冬天如果下雨 水库都存满了 河流都满了 那我们夏天就不缺水了 我们加州已经连续四年不下雨了 这家跟那个以利亚的那个警告是很像的 所以加州很多不合神心的地方要悔改 同性恋要悔改 你知道吗 这个最近乱抢东西 对华人这种歧视要悔改 要悔改 你看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就兴起来 不仅为教会的复兴祷告 我们为下雨祷告 你知道吗 我们教会开始向以利亚为下雨祷告 祷告祷告 我们今天宇宙特别多 今天冬天宇宙 四年从来没下过那么多的雨 我们今天冬天下的雨 超过了前五年的雨量 降雨量 感谢主啊 所以我们要祷告你知道吗 以利亚大有能力 给他们祷告他不下雨 三年多不下雨 整个的庄稼全死光了 那个国家一塌糊涂了 后来这个亚哈王没有办法的托人 找到以利亚给他烧化 说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我们都悔改 我们就把这些秋坛都拆了 把这假先知都杀了 把巴黎的先知杀了 然后你你来你来你回来 他就回来了 回来他就有个征战 你们知道那个征战吗 一群假的先知 和一群真的先知在一起 假先知在一起的时候 亚哈王说 你们的假先知 祷告你们的神 如果天要下雨的话 OK 那你们就是说明对的 如果天又不下雨 把你们杀了 那以利亚 你要祷告你的神 以利亚的神是谁啊 伊赫华 看哪神有能力 你说这些假 这个假先知 这些先知 祷告假神的时候 他们怎么祷告 他们就用石头砍自己啊 伤残自己 你知道这个异教就是这样子 对吗 他表示敬谦 你不要以为这个奇怪 一点都不奇怪啊 中国很多的 欲瞒的地方 那种欲教 他在祷告 向他神祷告 他都用一种自残的方法 逼他的神来帮助他 不要说这个 我们这个崇拜 文化大革命是崇拜的时候 崇拜毛泽东的时候 就有人用这种自残方法 我有个朋友叫正义 你们知道正义吧 有的人年纪大 写一本书叫老景 很出名的啊 这个老景的作者 老景拍了个部电影 后来对吧 那个电影呢 谁看过举手 年纪都不小了 看过的 sorry 没说你 这个老景 你们可能都不记得 我有一天在正义家里 我又跟他又看了这个老景 在作者的家里边看 这个导演是谁 你们记得吗 张艺谋 那男主角呢 你还真知道 男主角也是张艺谋 而且张艺谋还有死获了什么 百花奖好像 最佳男主角 就演一部电影 就跟那个冯小刚 演了一部电影 就获最佳男主角 那然后呢 还有个女演员 谁你们记得吗 吕丽萍 那时候一点都不出名 吕丽萍那时候 还是中央 北京电影学的 一个学生 演第一个女主角 就是演 那个电影里的 女主角 所以你看这个多老了 就这位伟大的作家 叫郑义 文革的时候 对毛泽东的忠心 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 他向毛泽东敬拜 唱歌祷告时候 一激动 就把这个 毛主席像张 别在他肉上 别一串 不是别一个 光着绑了 全是毛主席像张走 谁革命 谁更爱毛主席 你不要觉得你奇怪 今天你不认识真神 你一定找个假神拜 我告诉你 这八历的先知 在拜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对他们的神 就是这样 结果雨还是不下来 结果以利亚祷告一会 大雨降下来 刚开始一个云子飘 像八成大 很小的云子 然后就越来越大 倾吨大雨 后来这个 这个 这个雅哈王的下令 把这个 这个假先知 全部杀了 四百多假先知 杀了一个不剩 结果耶喜别 一听把自己的 一些先知都杀了 就火大了 杀以利亚 以利亚又跑了 所以以利亚又跑了 这个不像耶稣 他说你像耶稣 你是以利亚 不是的 不是的 还有人说 你是耶利米 大家知道耶利米 是一个 泪眼先知 我喜欢藏他为 因为耶利米 为最爱国的一个位先知 他竟然哭泣着 为他的国家祷告 这个国家的败坏 他心里痛苦 他劝君王 你不能这样做 可是君王把他 下到监狱里去 差点把他折磨死 所以耶利米 是个爱国的先知 有人说 门东说 你像耶利米 有人说 你像先知里的 某一位 像先知里的一位 他们对耶稣的认识 何等的浮潜 这位救主 这位米塞亚 这位上帝的独生子 这位神的第二个位格的 神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门徒们跟了三年多 竟然说 你是先知里的一位 真可惜 我觉得我们今天 很多人信主 你跟他谈 有的信主好多年了 你跟他谈 教会他可懂了 教会怎么回事 奉献多少钱 有多少地 他都知道 你问耶稣是谁 他不知道了 你不要以为他知道 他真的了解 这位耶稣吗 他知道 我信耶稣 那你信耶稣什么 我信耶稣 我就蒙祝福 我有病 我一祷告 耶稣就医治我 我就好了 那你对耶稣的认识 跟菩萨差不多 你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 对不对 那你究竟认识耶稣多少 这门徒们说 你是耶稣说 你们说 我不问别人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跟了我三年多 你们说我是谁 有一个人 十二个门徒就有这一个人 这个人特别 这个人叫彼得 彼得是平时说话比较快 容易被耶稣责备的一个人 知道吗 耶稣经常责备他 因为他说话比较快 他人比较耿直 耿直 文化水平也不高 你知道他有很多的软弱 可在这个问题上 彼得超过了所有的门徒 彼得在十六章十六节回答说 你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这句话是整个圣经中 基督论的最重要的一段话 我们在学系统神学 什么叫系统神学 很多人进神院就知道了 系统神学就是把这本圣经 把他系统化 把他系统化 神论 三一神论 基督论 教会论 圣灵论 末世论 救赎论 我们把这圣经 把他系统 系统 让你更深的来了解 这位神 基督论 最重要的一段经文 来自于哪里啊 马太福音十六章 十六节 谁说的 彼得的宣告 你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基督跟耶稣 究竟有什么区别 有人说 我信耶稣基督 没有错了 我信耶稣 也没有错了 我信基督 也没有错了 那基督和耶稣 有区别吗 当时是有区别的 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 加爽 也可以翻成约书亚 耶稣 亚苏 我们中国翻译的比较准 我们翻译的 就按照音译翻的 耶稣 英文翻叫Jesus 这个就怪怪的 我不知道它怎么来的 这个翻译 那我们中文是根据 这个发音翻的 耶稣 那么耶稣 很多人叫耶稣 就像叫什么 很多的名字 中国的名字是 很多人叫 那么那一位不是的 你知道吗 后来因为 这位耶稣 是上帝的独生子 他道神肉身来的 他成为基督 尤其在 使徒行传 彼得讲道 就讲道 这个核心 所以彼得对基督论 是非常清楚的 彼得讲道的 第一天道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彼得讲的 你们杀的 你们定在十架上 你们杀了的那一位 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 你看到没有 他的核心 就是基督 耶稣是个名字 神让这个 这个 弥赛亚生下来 叫耶稣 那基督是什么 基督是弥赛亚 基督是Christ 基督是救赎主的意思 在整本圣经 一开始 一开始 讲到了 神创造宇宙 对不对 然后呢 神创造一切都是好的 各从其类都是好的 那么神的第六天 造了人 神说什么 甚好 对不对 那后来人犯了罪 人怎么犯了罪了呢 人在哪里犯了罪 圣经记载 在创世记载 人在伊甸园里犯了罪 那伊甸园 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神万物都造齐了 然后神第七天 希勒公 然后神就把 创造这个人 叫亚当 把他放在伊甸园里边 然后就给他造了一个女人 那这个女人呢 叫夏娃 对吧 那因为亚当 那个时候一个人很孤独 一个人孤不孤独啊 孤独 你来到美国 老婆在国内呢 你很孤独 对不对 老打电话 老打电话 电话没完毕了 电话费花很多钱 我们来到美国 最早啊 就我是二十多年前 九一年来美国 在普林斯顿 在普林斯顿那个时候 我工资 我在大学的东亚系 我的工资两千块钱 一个月打六百块钱的电话费 知道吗 想妈呀 就给妈妈打 对不对 想老婆没有用 老婆那是已经离了 给家里打 给朋友打电话 就是孤独 就是孤独 就打电话 花那么多钱 你知道吗 亚当也孤独啊 亚当孤独 神看他没事做 就把一帮野兽 带到他跟家 那起名字 你看圣经说的很有意思 他就在野兽里 找他的好朋友 没找着 明白吗 他给他们都起了名字 但是他唯有没有发现 那个能解决他孤独的人 那上帝呢 就让他沉睡 拿出个肋骨 造了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什么呀 夏娃 那么亚当喜不喜欢夏娃呀 喜欢 亚当给他写了一首诗 你知道吗 这个人类的第一首诗歌 是男人写的 所以男人诗人比女人多 而男人写诗 大多都是关于女人的 你想是不是 普希金不都写给他女朋友的吗 关于爱情的 说的高一点 关于爱情 关于爱情的 亚当的第一首诗歌 记载着《创世纪》的第二章 亚当 当神把那个女人带到他面前 亚当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这是我肉中的肉 这诗歌呀 你看圣经排的是 按照诗歌的顺序排的 你读读中文圣经英文圣经 都这么排的 然后呢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 这个诗歌有点白话 写的比较白 但是意思很清楚 他很喜欢 很喜欢 然后他们在一起 所以二人 圣经说 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他们成为一体 弟兄姐妹要记住 婚姻很重要的这段经文 在《创世纪》第二章 第二章 非常说二十四节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 并不羞耻 这段经文呢 我常常给他们证婚 会用这段经文 在这边三个意思 第一个 离开父母 离开父母不是不孝顺父母 离开父母是你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新的家庭 我们很多人呢 结婚把父母带到家里来 不是说你在家里住在里 是你把他的观念 你把他的思想来影响 带到你家里来 你家里边很多不是你们在建造 是你父母的宴旭 这有问题的啊 所以我付到很多婚姻 一结婚 南方的母亲 爸爸 父母从中国来了 有一家特别有意思 南方也来了 北方也来 女方也来了 南北方在一起 那就吵啊 很怕自己的女儿吃亏 很怕自己的儿子吃亏 哇 就看到儿子少干 这个多干了一点活 这个婆婆就说 你媳妇怎么就不干 你洗什么碗 那这都她干的 对不对 我从来不给你爸洗碗的 不给你 你爸爸从来不给你妈洗碗 都她干 你看这个夫妻里 也就多了很多的事情 离开 当你们要结婚的时候 你记住一个新的家庭出现了 你们俩是家庭的主人 不是父母 父母 爱你们 给你们出主意 帮助你们 可以 但是他不能决定 你们俩的事情 要记住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很多婚姻都因为 后来那对夫妻就闹离婚了 打呀 你知道吗 打着父母也加入打呀 你知道吗 然后呢打着最后说 这个父母说 这个最后没有办法找牧师辅导 牧师说最好父母都搬出去 那那个 那个父母说 好我们搬出去 你们住多大房子 给我买多大房子 那买得起吗 他就小两口 他已经买了个房子 再给岳父买 再给岳母买 不是 再给那个公公婆婆再买一个 那这孩子压力多大 所以我们很多父母不懂啊 我很多父母真正爱你的孩子 当孩子结婚了 祝福他们 让他们成长就让他们帮助他们能够成熟成长 而不是要求他们按自己的意思来建造 懂吗 第一个离开 第二个观念呢 这里边讲到成为一体 两人从此不是两个人了 是一个人了 一加一等于一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知道吗 两人成为一体 所以什么都要放在一起 不能有所隐藏 手机的这个密码要给老公 微信的密码要给太太 email的都要他掌管 你不能管 你知道吗 你要不能有秘密 这是第三点 赤身露体 赤身露体 那是亚当夏娃 啥都没有赤身露体嘛 兜都没有 想藏钱都没地藏 我哪藏啊 哪有什么手机啊 什么email啊 没有的 所以两人坦诚相待 没有隐藏 今天的夫妻 有多少能做到没有隐藏的 告诉我 隐藏多了 你知道吗 这都是罪的嘛 只要你有隐藏 就给罪带来机会 带来机会 所以这个圣经的教导 第五子妹 任何教 每一句话 在我们生活中 生命中 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所以你看 当创生记 这个亚当和夏娃 关于这么好 那夏娃有时 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神给人什么 自由意志 那这个夏娃有一天 就在这个森林里 走路 又碰到了一个蛇 蛇本身不是撒旦 但是那时候撒旦 坐在蛇的身上 你知道吗 蛇是很狡猾的 蛇就跟夏娃对话 这个对话很有意思 那对什么话呢 关于罪的问题 关于神的命令的问题 什么是罪 这是我们人 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 有的人说 我没有罪 我是好人 我怎么能有罪呢 尤其中国人 一说罪 那都是跟别人有关 跟我没关系 对不对 我常常传福音给朋友们 弟兄姊妹 我说那些大陆的朋友 我说信耶稣吧 他说信信信 那我就说要不要承认自己是罪人 就不干了 我有个朋友叫沃尔开西 你们还记得吗 有天我跟他传福音 他就信了 信了 谈了半天 跟他谈了好多天 有天我在台北讲道 我讲道之前 他晚上吃完饭了 到十一点半 说我到你的酒店坐一会儿 我说好 那就来吧 坐会儿就谈这个福音嘛 你说我们能谈什么呢 别的我也不会谈了 我现在就会谈福音 谈谈谈 谈到两点 我看不行 我明天要讲道 我说你睡会儿好不好 我再给你开个房间 要不然你就跟我在这儿睡 房间一个大床 对不对 他说不 你没谈明白呢 咱们接着谈 我说我明天早要讲道 你先跟我讲 你先跟我讲 你跟我讲清楚 因为你知道他在台湾 做过夜生活习惯了 他们都不睡觉的 他在台湾那是主持一个电台的节目 都是晚上三点钟开始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人那个时候听 都是年轻人了 那个节目 他正好刚要兴奋 三点钟 我是美国十点钟就睡觉了 美国十点钟都不打电话了 习惯生活不一样 不行 我就得跟他谈 因为我就跟他谈 谈谈谈谈谈 谈到五点钟 我要再 比如吃早餐 七点钟教会来接我了 我就去别睡了 他差不多了 我就跟我做了绝制祷告 祷告的时候我就说 主啊 我承认 我是罪人 他就不说了 那前面说 主耶稣我谢谢你 他说主耶稣我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定时驾 谢谢你为定时驾 谢谢你 赦免我一切的罪 不说了 他不说了 我没罪啊 你看 韩仁明解决问题 我说从来 从来 这个 赦免我一切的过犯 他想这个字还挺接受 容易接受 那就求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 没说罪 祷告完了 阿门 我说罪犯 过犯就是罪 他说上你套了 过犯是不是罪啊 罪是什么 罪就是没达到标准 罪就是没达到要求 没达到要求 比如说这个 这个水出版了 出厂了 他这水没有装满 就是罪 因为我买的是一个满的水 你没装满 都被别人喝了 你还出口 你这罪嘛 这手机出来了 裂了 就是罪 废品 赐品 就是罪 所以希腊文说 罪就是射箭 没有射到靶心 就是罪 那上帝给你提出了命令 你没有坚守 就是罪 这不是罪啊 你工作 你在工作岗位上 你找个工作 老板给你一些工作 一天流程 你没有做 老板别上班了 你达不到标准 罪 所以罪不是说 我们中国人所想的罪 就是杀人放火 不是这个 当然这个也是罪 这能说不是罪吗 就不仅仅是这个 那我们为什么是罪人呢 是因为我们 带有从祖先来的DNA 亚当夏娃的DNA 夏娃 违判了神的命令 神说 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 那夏娃呢 就吃了 那夏娃跟那个撒旦 撒旦说 神岂是真说 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吗 你是夏娃怎么回答的 你看夏娃是这么说的 夏娃说 哎呀神说的 那不解释不可以吃 那摸都不行啊 你看这个就带有情绪了 你知道吗 一个人他要挑动你 他显得挑动你的不满 你知道吗 让你不满 先不满了 你看有的时候 为了破坏你 有些破坏你婚姻 他先让你知道 你对老婆老公的不满 他多么对你不好 然后再 我对你多么好 对不对 然后先把不满闹上来 这个人就有情绪了 所以夏娃就说 神 不许吃 摸都不可以 神没说不可以摸吧 没有 神没说 但是他就加 添油加醋了 那么 那蛇就说 神其实真说 你吃的肉的就一定死吗 你要是吃了 你的眼睛就明亮了 你不就像神一样 可以判断善恶 所以人吃了 这回说的果子 怎么样呢 人就把自己当神 我们就能判断对错 我们就可以说 你是罪人 你是罪人 你是错的 你是错的 在人没有犯罪之前 没有这个 人犯了罪 当说别人对错的时候 关系就开始破坏了 因为你把自己 放在神的位置上 你看夫妻 为什么吵架呢 都说别人错嘛 在吵嘛 为什么要离婚呢 因为你对不起我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都是 不把自己当上帝 我们都说的 我们是罪人 你是罪人 我也是罪人 我们在交谈是平等的 不是我论断你 不是我判断你 不是我审判你 那我们的谈话 就方法就不一样 我们叫交流 沟通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我会这样 是因为从 祖先带来的 当这个罪犯了以后 人类就与神隔绝了 因为神不能见罪 你知道吗 神是不能见罪的 神就像那个光 他不能见黑暗 不仅是他的本性决定的 他的属性决定的 当你光一来 黑暗就得走 光和黑暗是不能并存的 如果今天我们把这屋灯关掉了 屋是黑暗 开一个灯 立刻就亮了 光他不 黑暗不可以留得住的 所以人在 这个罪人 在公义的上帝面前 是站立不住的 圣经说 那个罪人 如果一见到上帝 就会死 被击杀 那你知道 我们所信的主 这位神 希伯来说 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 这条路是通过 他的身体开出来的 这样圣殿的帽子裂开了 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活泼 又有盼望的路 耶稣基督 他为什么说他是救助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为我们 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看到 首先我们要 不仅在经验中 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还要在 启示中认识耶稣基督 西门彼得所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是启示 这不是他自己的领悟 所以你认识神 不是你自己的悟出来的 是圣灵的工作 约翰文帝 十七章里边说 圣灵 引导我们 记住真理 就是圣灵 引导我们 明白真理 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靠自己的经验 那一定是错的 所以有的人去找神 人类自从有了 人类里来 人类就开始找神 所以人类就创造了 无数的宗教 对不对 宗教大的说这么几个 那小的就不知道多少了 什么都信 我们中国人是信 怎么说 这个 宁可信其有 绝不信其无 那我们哪个神都别得罪 来到西方 我们就拜耶稣 到回中国 我们就拜佛祖 到印度 咱就拜印度的神 反正我们就入境随俗 哪个神咱都别得罪 到东北就拜黄鼠狼 你不要笑 东北人就是拜黄鼠狼 叫宝家仙 懂吗 有没有东北人 举手 有没有信过宝家仙的举手 有没有 没信过 感谢主 真不错 我到俄罗斯去不到 到俄罗斯一个城市叫 叫什么克鲁斯特亚伦斯克 这个名字很长的 克鲁斯特亚伦斯克 简称科士 那我到科士去 教会定用准备在一起分享 很多人都信保家仙 后来信了耶稣的 那我就问保家仙是什么 他说不好意思说 不是别问了 愚蠢的 那时候我信那个东西 我什么就是 黄鼠狼 愚蠢的东北人 我这么说 因为我是东北人 我是上海人 我就不这么敢说东北人了 这愚蠢 他们不爱黄鼠狼 他爱你吗 他想不到他爱我 他也别爱我 他最好别爱我 那为什么拜他 因为他怕他 我他有什么可怕的 他有邪灵 控制你 知道吗 他让你纵标 让你怎么纵标 被邪灵给捆绑 那个叫疫病 东北有 你知道就发作精神病 有 还有吃我们家小鸡 我要拜他 他就偷吃别的家小鸡去 不吃我们家 你说这人信仰不多自私啊 你拜他 不吃你们家吃别人家去 这叫什么信仰 真的就拜 我小的时候 我到农村去 我二伯父家 他们家就拜这个黄鼠狼 保家仙 那我第一次对迷信的 所谓信仰的认识 哎呀 他们那个时候 你别看城市里搞文革 这个拜毛泽东 天大地大 农村就拜保家仙 偷着拜 放在那个 我们有那个仓房 农村都有仓房 放一些粮食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放在里边拜 然后呢 他把那个家里不给我们吃的 什么馒头啊 豆包啊 一些好吃的 他都不给我们吃 他就给那黄鼠狼吃 然后把那粉条呢 用火烧一烧 那粉条就这样的 对对 吃了馆玩的 然后就插上 那就拜啊 保家仙拜 那我跟我那堂哥 我们俩玩 小孩又饿得快 一会儿就饿了 饿了我们俩要吃的是不给的 没到吃午饭的时候 是不能吃的 那我们有办法 哎 这个这个他们 那个二伯父 他们去 去工作了 去生产队去工作了 不在家 我们俩就把那个仓房撬开 我们俩进去 去把那豆包啊 那个什么馒头啊 拿出来用火盆烤完吃 很香的 二伯父一回来一看 哇 吃了 在续上 那我们俩就不断地吃 他就不断地续 你有看到没有 我有一天哪 我记得我发现 这个信仰还是有文化的 不是一点文化没有 他写了个对联 道出了他们的信仰的核心 他左联是 近身山 修真养性 右联是出五栋四海扬名 哇 了不得呀 近身山千年的狐狸 你知道吗 他的成经啊 近身山修人养性 出五栋四海扬名 中间是胡黄二仙之位 你今天笑 你不要笑 你没有拜过黄鼠狼 你带那个跟黄鼠狼也差不多 知道吧 耶稣说 盗贼来 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 是让人得生命 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 你 我告诉你 信仰只有一个是对的 如果你信错了 其他都是盗贼 李洪志是不是盗贼呀 当然盗贼嘛 欺骗了那么多的人 他真的是神吗 他真的是神吗 他的门徒说 他是 这个 你知道吗 他是什么 他是这个 佛祖和耶稣 合到一起的 我跟你讲 这个信仰 这个信仰 失之离毫 差之千里 你有一点错 以后越错越大 越错越大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耶稣 我们基督教 所信的 就是耶稣基督 并他定时的假 Amen Hallelujah 所以其他的信仰 不管什么 共产主义 胡扯吗 谁看过共产主义 你们看过活着吗 活着就 就共产主义是这样写的 活着 葛优对他儿子说 葛优是一个演员了 演那个男主 对他儿子说 我们讲来养个鸡 鸡大的就变成鹅 鹅大的变成羊 羊大的变成牛 儿子说 那以后呢 那以后就是共产主义了 真的吗 那毛泽东来了 是不是神呢 东王太阳生 中国除了毛泽东 呼儿嗨呀 他是人民米赛呀 大就行 怎么不是神呢 我们这代人 哪个没有拜过毛泽东 有一天在网上 有人看唱国际歌 国际歌我很熟啊 我在广场一唱 起来几寒脚破的奴隶 我都会唱 对不对 然后我就跟那 教会有些年轻人说 这个歌牧师你会唱 我说会唱 为什么会唱 我说我小的时候没有 那时候我们就有收音机 没有电视 收音机的节目不是24小时的 就是早上5点钟开始 就是放一首歌叫东王红 晚上9点半 结束 讲完长眠儿说了 然后结束就放国际歌 然后就睡觉了 我就受这个教育长大的吗 在国际过程中睡着 在东方中起床 那意思是说到底来 偷弃了中国人多少年的情感 十几亿人 你知道吗 当他死的时候 中国人觉得天塌了 我们中国完了 多少人哭啊 真诚 没有一个假哭的 当然可能也有假哭 咱也不知道 你知道吧 假哭也不敢说假哭啊 你看那个金正日死 那朝鲜人哭的 没哭的 拉出去枪毙 没感情 对不对 对金正日没感情 那个时候谁敢不哭啊 不哭也得假装哭 你知道吗 哎呀 哭得昏天黑地 中国从此完了 因为东方红 东方也不红了 太阳也生不起来了 死了 死了好 中国不更好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假先知 一个人偷窃权力 没关系 无所谓的 我觉得 权力 很快人死了就没有 但是一个人偷窃 人的思想 最危险 一代代的偷窃下去 要记住 这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信仰 选择真实的信仰 那么我们在启示中 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彼得说你是基督 你是弥赛亚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为什么叫永生神的儿子呢 我们所信的神 是三个一体的神 我们信的是一个神 他有三个位格 什么叫位格 位格就是活的 personal 思想 意志 情感 你有没有思想意志 情感 你有 所以你是独立的 你是人 你的儿子有没有思想意志 情感 有 所以你儿子是区别于你的 人 他同时是人 但是他有区别于你 他也性 跟你一个性 他也是你们家的DNA 传下来的 但是他跟你还不同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是由神所生 这个诗篇第二篇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要记住 很多的异端 在讲到这个地方是错误的 耶稣是神生的 不是神造的 生和造是两个观念 神造宇宙万物 神没有造自己的儿子 神生自己的儿子 那么耶稣基督是我们所信的这三位体神的第二个位格 我们所信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你们 是一个神 圣父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有自己的位格 圣子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有自己的位格 圣灵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有自己的位格 那如果你说我没有 我不信圣灵 你就百分之百没有信神 不是说 我信圣父 圣子就好 我不信圣灵 这也不是这样说的 对不对 那么 为什么说耶稣是第二个位格呢 如果我们从 救赎的角度上讲 你就比较容易清楚了 当人类犯了罪 上帝设计一个救赎的方法 那就是要为人 神要为人死 神是不能死的 神能死吗 圣经说 神是个灵 神是不能死的 对不对 人能死 神不能死 神是自有永有的 当初埃及记摩西问神 你叫什么名字 神说 我叫自有永有 我是自有永有的 我就是我 那没有宇宙 就有神 当有一天宇宙结束 还有神 所以神是没有始 没有终的 神是个灵 他没有肉身的形象 所以我们怎么来认识他呢 所以汉福音说 没有人见过神 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当我们见到耶稣基督 我们就见到神 圣父 设计救恩 圣子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最定词 实际上 完成救恩 圣灵住在我们里边 启示我们认识圣子 通过他认识圣父与圣母和好 来施行救恩 所以在整个救恩论上 我们就很清楚 这三位一体的神 跟我们的关系 但是我们要记住 我们信的是一位神 Amen 我们唱有一位神 你不能唱有三位神 那就错了 有一位神 他创造宇宙万物 对不对 让他救我们 脱离罪恶 这位神 他有几个位格 他有三个位格 Amen Hallelujah 那我们所叫的耶和华 有的人说 哦 耶和华是天父的名字 我们的父神叫耶和华 那圣子叫耶稣 还有一个圣灵 你看 耶和华 耶稣 都姓耶 很多人糊涂啊 这个还糊涂的 那你说 耶和华是圣父 对吗 对不对 我一瞪眼 你们都不敢置身了 这里我跟你讲 95%都是基督徒 我一说 耶和华是圣父的名字 是不是 同意的举手 有几个 你看 不太敢 是 不是 同意不是的举手 你看一个都 就一个 后边一个赶 耶和华 不是圣父的名字 耶和华是神的名字 耶和华是三立体神的 统层的名字 他就是神的名字 亚卫 就是神的名字 他不是那个 第一个位格的 单独的名字 可是耶稣是 耶稣是第二个位格 单独的名字 这个今天讲 又是太理论化了 可能有点听糊涂了 慢慢 但你要记住 记住 我们一说耶和华 就是对这位 三位一体神的敬拜 不是对那一个位格的敬拜 第一次里面要记住 亚卫 原文 就是 亚和华 翻译成 就是神的名字 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神的名字 不是圣父 一个位格的名字 那这里边 当然有很多理论的东西 但你要清楚 这个根基 如果不懂 你信仰会偏差的 那我们如何来 认识他 在启示中 所以耶稣 地世界 对 谁说 对彼得说 西门八月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 属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天人的父 只是你的 只是你的 那彼得那时就高兴啊 耶稣又接着说 你往下说 耶稣说 大家往下看 再来段经文 下边还有 我还告诉你 耶稣给他应许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立在这磐石上 Peter 磐石的意思 我要把这教会 建立在盘上 因天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这是第一个 给他的权柄 应许 教会建在盘上 所以天主教 就是我们的根基 是建立在使徒 根基 先知的根基上 没错 可是天主教认为 彼得就是那个磐石 彼得就是 第一任的教皇 天主教在这任 是有偏差的 我们的磐石是谁啊 耶稣基督 你看小敏就会唱 磐石 磐石 耶稣基督 处你以外 别无拯救 你别看这个 没有文化的一个农民 他就读懂了 你看彼得 文化也不高 他就懂 天父启示他的 所以 耶稣说 我还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所以现在很多的 一讲圣经传说的故事之后 到天堂 都彼得踹一大串钥匙 对吧 你想进天堂吗 彼得拿钥匙看看 有没有你的名字啊 看看 就通常这段经文编过来的 天国的钥匙给你 天国的钥匙是什么 天国的钥匙是教会 你要认识神 要通过教会 神的身体来认识神 那凡在地上你捆绑的 我在天上捆绑 房地在地上释放的 我在天上也要释放 哇 这个了不得 这个多大的权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认识这位神 是在启示中认识他 我不知道你怎么认识他 我认识耶稣 也很特别 我今天还是给你们讲一点小见证 否则我看你们困了 信主 不是你的选择 常常有人说 我选择基督教了 因为什么 因为基督教有爱 因为基督教 真的是彼此相爱很好 为什么不选择回教呢 因为回教乱杀人 出恐怖分子 这个不好 还有第二个 这个第一个 跟中国人关系并不那么太密切 也有 但最密切的是不吃猪肉 我受不了 不让吃猪肉 这个谁受得要 我们中国人吃猪肉长大的 信基督教可以吃猪肉 所以我选择 信基督教了 有人说我信佛教了 我信佛教了 出家是不干的 我要做居士 就是在外边 干干嘛干嘛 一出家 那不行 这回受不了 太多的清规戒律 基督教里面有清规戒律 发现少 基督教讲什么 讲自由 圣灵里的自由 因为圣灵是你认识真理 真理就是你得自由 我们希望自由 尤其基督教的理论 讲的就是 饶恕 爱 赦免 天堂 都是我们所喜欢的 所以我选择信基督教了 我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你说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因为你信耶稣不是选择 是圣灵的感动 圣体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 让我选择 我会选择佛教 为什么 因为有中国人 中国受佛教影响2000多年 对不对 将近3000年 历史 佛教在中国 在你的文化中 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没有任何地方 包括语言 行为 房屋 建筑 人际 关于 都有佛教的影子 在我们生活中 你想想有没有 我逃的时候 我还在读六祖谈经 你看到没有 结果逃到农村 89年我是被 为什么逃啊 我不是贪污啊 我89年去了广场 我就要民主啊 我要自由啊 对不对 结果呢 就给通缉了 就上了中国的 这个 黑名单 这是公开的黑名单 还有很多黑名单 不公开的 那我们被通缉了 21个学生 89年的这个 整个运动的 主要的这些参与者 就被称为 21个通缉犯 我是其中一个 看像不像通缉犯 现在不像 信息说得越来越好看了 他说要民主 那也挺吓人的 我告诉你 然后结果 通缉了21个人 这21个人呢 16个很快都抓起来了 关到秦城捷狱 14个很快抓起来 16个 6个跑到了海外 你看 14加6 还有几个 还有一个 就我 抓不着 我不让他抓住 我就跟以利亚 撒嘴就跑 不叫建议也喜别 我跑 跑 往哪里跑呢 人家往南跑 我往北跑 为什么往北跑呢 我妻儿在那里 我老婆在北方 孩子在北方 我爹妈在北方 我没有想出国 从 有人说 哎呀 这些人都是什么 美国 FBICIA 什么联邦调查局 都发好护照了 那真是造谣 有护照 我早出来了 我遭那个罪 你知道吗 逃到了 我们逃到了 这个东北 我才看到通缉令 我还以为 我没事呢 我觉得我也不太 接受记者访问 也没人知道 我都是在后边 策划呀 这个谈判哪 跟政府谈判 都是我去 因为别人不敢 跟军队谈判 都我去 抓就抓了 胆子比较大 你知道 我就去谈判 跟建篮部队 最后谈判都是我谈的 结果还是上了名单 跑了 跑到东北 我的通缉令出来了 1989年6月10日 13号 通缉令 六四镇压 13号 过了九天 对吧 我已经到了东北 很多人已经到香港了 快的 有的也都进监狱了 也挺快 那砰 通缉令出来了 对我的描述 我现在还记得 张伯丽 男 26岁 黑龙江省 旺辉县人 北京大学 中文期作家班学生 身高1.75米左右 圆脸 双眼皮 翘鼻子 厚嘴唇 东北口音 烧胖 像不像 像啊 很厉害啊 我说作家呀 就这么短的字 把这么短的一段话 就把一个人描述的那么清楚 我才懂什么叫professional 专业 真专业 然后 全国就抓我一个 都跑光了 都抓起来 就剩我一个了 我就逃到苏联 知道吗 又有美国护照 我去苏联干嘛 我在苏联坐牢 逃到一下子就觉得完了 全中国人都在抓你 你见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吓一跳 你开门在家里头 哎呀妈呀 你咋跑我这来呢 意思是你来我这干嘛呀 我说你是我哥们 我不来你是来谁呢 不行 当年是哥们 现在还是哥们 但是 对不起 你要在我家 我就得坐牢 因为 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谁能够掩护通缉犯啊 对不对 你才知道 什么叫做爱呀 什么叫做哥们啊 当风雨一来 啥都没了 老婆就离了 你知道吗 我太太跟我逃 从北京逃出来 还跟我说 我等你一辈子 还不到一年的 别说一辈子 一年就跟别人跑了 你知道吗 你说可怜不可怜 北大开除学籍 开除党籍 我党员啊 那时候 开除党籍 然后什么都没了 我老婆也没了 工作也没了 就升个通缉令 啥都没有了 我告诉你 弟兄姊妹 人的一生啊 高高低低 都会遇到艰难苦难 那你看我今天多喜乐 对不对 不要怕 上帝在你身上有计划 你知道吗 我常常想到 如果没有那场苦难 我怎么能够成为传道人呢 我会做什么 我在国内 顶多混个贪官污吏而已 跟我的朋友同学一样 我的同学现在很多都坐牢了 有两个喝死了 剩下等着坐牢呢 都 有时候打电话 很消沉的 说 哎呀 伯利亚 还有你好 跑出去 早 我们现在想出都出不去 官太大了 想出去 那么容易呢 但出不去 里边又有那么多的事 哪天找到你 你就完 我告诉你 多可怕啊 天天 现在我同学 我们这些同学 我最年轻长 我们都老 为什么老 晚上睡不着觉 能不老吗 我都不能 我这脑子不能躺 我一粘在枕头 呼呼就睡着 啥都不知道 躺在天父的怀抱 Amen Hallelujah 结果逃到东北 一个农村 这个农民 向我介绍耶稣 农民很有意思 信耶稣 我不信耶稣 但是我觉得 有信仰就比没有信仰好 我当年就得想话 那么当然我不知道 耶稣是谁啊 我知道他是 基督教的那位神 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我不知道他就是 上帝的独生主 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神 所拆派那个米塞亚 救我们脱离死亡 脱离罪恶捆绑的那位 我不知道 这个农民知道 你知道他向我传福音 那天很有意思 我住他家有一天 我住他家就混吃混喝嘛 我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叫王老四 那然后呢 我就想送他家 真人还好地形 跑到外国去 跑到苏联嘛 离苏联很近 到苏联只有20里路 边疆边境 有一天他看着我 然后他就说 这个老四啊 今天晚上给你 做点好吃的 他就给我去做好吃的 我一看这个人 真有爱心 这么好的人 在人家住了半个月了 不知道我是谁 我骗人家 他傻喝的对我好 你毕竟读过书嘛 读过书的人有点 总是知道点哪些对错吧 有点良知吧 我就就良心发现 我觉得我得告诉人家 我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我是通缉犯 在你家抓到我 你要坐牢的 你选择一下 你要不掩护我 我就走 我想我这样说 我会 心里会 平安一点 我等他进屋了 我就是姐姐 你坐下 我跟你说点事 他说什么事 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看着我 你不张伯利吗 人家知道 人家知道 你不好意思说 哎呦 吓死我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你也不上电视了吗 中国通过新闻联播节目 通缉我们二十几个人 电视 新闻联播的时间出现 嘣嘣嘣嘣嘣 就出来了 你知道吗 上电视了 村子里有一个十二寸的电视 村长家 每天晚上大家都到他家看电视 看见了 我到他家 他就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怀疑我了 他一看我 哎 这个说话 多少有点北京味 有时你不免露出来点 这个不太对的东西 有文化的东西 他觉得你肯定是了 对吗 然后 那我说 什么电视啊 那叫通缉令 他说 什么管 那什么令 那上电视就不容易 他说你不上电视 你又不被通缉 那你干嘛逃我家来呀 那一定是上帝把你带来的 吓我一跳 我真是迷信 信上帝 可是我想信上帝人挺好的 你看他信上帝他就帮助我 我是上帝带来的 那当然他真的敢不招待我 他信上帝 我说你不害怕呀 他还什么怕的 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说你看那个通缉令后边有一句话 说谁胆敢窝藏 严惩不戴 他啥意思 我说难怪你不害怕 你不知道害怕 我告诉你啥意思 这句话就这样 你要胆敢窝藏我在你家里边 我要在你家被抓到 我判死刑 你就无欺 明白了吗 严惩不戴嘛 他说无欺就无欺呗 有什么关系 这什么人啊 判我无欺 我当然很害怕 他不怕 他说 你北大的不容易 我也没文化 令我为你坐牢去 你看这是一种什么爱呀 从神来的爱 这人不会有这种爱的 你的太太不会给你这个爱的 太太说 人们弄的工作也没了 离 对不对 基督里的爱 我信耶稣 是一个基督徒 那种爱感动了我 那我就后来读鲁马书 鲁马书说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一人是好人 一个人为一个好人死 我都不愿意 你好 我坏 我也不为你死 对不对 为人人死 或许又敢做 为伟大的人死 或许又敢做 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 神爱我们 你知道吗 神来到世界的一个目的 就是爱我们这些流离失所的人 失丧的人 在罪恶中被捆绑 没有出路的 将来未来在永恒中没有盼望的人 神怜悯我们 所以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 你看 一个农民认识主 生命那么大的变化 我就住他的家里 他让我给他读圣经 他就有一本书 叫约翰福音 手抄的 我就给他读圣经 我就认识了耶稣 我是北大中文系的 我是写作的 我一读约翰福音 我每读一次都非常震撼 这是一个耶稣的门徒写的 约翰福音 他写 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 耶稣就是基督 耶稣就是我们盼望的那一位 那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核心 认识了耶稣 我认识耶稣以后 我最大的一个变化 我就不再恐惧了 我过去害怕 恐惧 你知道后来我在美国 我得了好多年的肾病 这个肾衰 肾衰竭到台湾患肾 我在美国医院 也住了一年多医院 欠了无数的钱 后来我才知道 我这病是吓出来的 有一天我读书 书上说 忧伤肝恐伤肾 忧老忧愁的人 肝就会坏 你中医就懂这个 你在恐惧中的人 肾就会坏 忧伤肝恐伤肾 基督徒的生命 应该是喜乐的 在患难中应该喜乐 对不对 所以怎么喜乐呢 你通缉令来了 太高兴了 我上通缉令了 太好了 对不对 这喜乐嘛 对不对 老婆离了 离离 感谢主 太好 再找一个 有什么了不起 财产没了 没了 太好了 反腐败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对不对 抓谁啊 一分钱没有 抓监狱还有饭吃 谁怕谁啊 你看人就是这样 人最怕是你有有东西 你有东西 你怕失去 你就恐惧 如果什么都没有 那你怕什么呢 我在美国有病的时候 我住院 美国医院 一个晚上1600美金 我的病房 还不算医疗费 我还没有保险 我就住啊 我住一年 有些医生问我 我问医生 一晚上多少钱 他一千六 我说能不能换便宜点的 他看看我 你有钱没钱 我说我没钱 没钱你怕什么 我还是毛泽东说的嘛 毛泽东说无产者 是无所畏惧的嘛 对啊 你没钱你怕什么 你的担心 你的恐惧 是因为你有 你担心失去 对不对 我们虽然什么没有 我们有一个地位 北京大学的学生 未来很好的前途 没了 而且没就没了 无所谓了 当农民也行 可是农民也不行 你有通缉令 你的前途就坐牢 甚至枪毙 那时候我们这批人 谁想我们能活到今天呢 抓去肯定都毙了嘛 对不对 多严重啊 那时候北京成那个样子 死了那么多人 全世界折腾的 全世界没有不知道的 整个最后折腾的苏联 东欧全跟着折腾 你知道吗 多大事 恐惧什么 恐惧失去生命 什么都可以没 命不能没呀 那么年轻 耶稣说 你要认识我 你就有永远的生命 你的生命不会失去的 我信耶稣 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 吸引力的 就是这个永生的问题 因为我什么都想明白了 什么都没了 最后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那生命死了就死了吗 死了就完了吗 就不应该呀 我这么年轻 对不对 一读约翰福音 信耶稣就有永生 这个好 耶稣从死里复活 我们相应他的 也跟着从死里复活 罗马书第六章说 我们在死的样子 与他联合 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子 与他联合 对不对 太好了 所以我就信了 我就常常想啊 哎呀 我这想要给我抓到 我信耶稣我就不怕了 因为他抓到我 最坏不就枪毙吗 对不对 他把我崩 枪毙了 我三天以后我就复活了 活了我就先去公安局 吓死他们 然后我就到班上 坐在我们同学后边 他们上课一回头 看见我都吓得嗷嗷跑 我就想这多好 信耶稣太好了 你知道 信耶稣就有这样的自由 不惧怕死亡的自由 中国有一个伟人说 人不怕死 奈何以死拒之呢 人连死都不怕 就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 对不对 今天我们的生命 在主的手中 在永恒中 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 圣经最大的一个核心 我告诉你 就是只要信 不要怕 这人最恐惧的东西 都在社会中给我们 怕 我们怕什么都怕 我们怕失去我们所有的一切 但是圣经告诉你 不要怕 那有一天教皇 保罗二世 接见中国的一个公品媒主教 天主教主教 他握着他的手 他就握着他 他一直说一句话 孩子 不要怕 他说公品媒 都比他年纪还大 他就说孩子 因为他是教皇 他是father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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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讲了这一句 他接见他什么都没有讲 就讲了这一句 他在监狱里 关了三人多年 在中国的监狱里边 他经过那么多的苦难 最后他见教皇 这个father 就给他一句话 不要怕 弟兄姊妹 你今天怕不怕 感谢主 你说我也怕移民局 你的身份上去不给你 怕什么呢 我们有天国的身份 你们 美国这不算什么 有天也过去的 什么了不起 绿卡 没啥 你知道吗 有啥 我拿着绿卡 是主动给我的 我到移民局 移民局局长 还给我请到上面 喝杯咖啡 然后告诉底下 去把绿卡给他办上 赶紧给送上来 那个工作员 到底下 坐电梯上来了 把绿卡送给我 移民局局长 还给我拿绿卡 照了个线 那么大条小卡 红的 我看不是绿的 粉的 拿照线 拿照线 挺高兴的 我下来了 接我的人 去求车 我就拿着这卡 我想我从此 不是中国人了 马上就成美国公民了 这不成外国人了吗 这怎么搞的 我就在那墙根 那哭上了 有几个人 神经病 神经病 拿绿卡高一些 他哭什么 神经病 那谁能理解 你知道理解吗 有多少 你怕不怕 没什么可怕的 我告诉你 我们教会有一个 原来的皇上队 有个福建人 绿卡弄了十五六年 也批不了 他是六四绿卡 很自然拿 他不懂英文 人家记性说 你补充个材料 他把那个信 扔到垃圾桶里去 这麻烦 因为你自己拒绝 不要 怎么神速都不行 来到我们教会 我说你找我办身份 我是不给你出庭 我告诉你 你要真信耶稣 我会为你出庭 他说 我怎么算真信呢 我说你爱主啊 爱教会啊 爱福音工作呀 三年 每个礼拜天 都七早来教会 给我打扫卫生 跟我可好了 天天给我打电话 我一头疼感冒 第一个打电话 安慰我就他 三年 我觉得可以了 这个考验不错了 知道吗 我就给他出庭了 看马里兰 巴尔蒂摩 一出庭 法国问说 你的当人叫什么名字 说我牧师 我给忘了 因为他也不是通工 他就是姓李 我管的叫小李 李弟兄 李弟兄 叫习惯了 哎 我说我忘了 哈哈 那医病官高兴了 说这个证人 他的话不可信 他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所以结束了 今天不要再开庭了 半年的以后再说吧 这个人不行 不能留下来 你看我 我看我那个李弟兄 喊就哗就出了 好像用怕了十几年才开庭给他 我名给忘了 那我就祷告 我说主案连迷 我这个 怎么就把名字给忘了 哎 我说我想起来了 我叫李建军 那个法官说 叫李建华 好了 休庭 这个案子pass了 哎呦 你看神听我们祷告啊 啥都没说 他pass了 那移民官抗议 说为什么pass了 这个就不对的 这个名字都不知道 法官说 我的牧师 从来都叫不上我的名字 所以这个是真的 假的会背的滚光乱手 上帝有恩典嘛 对不对 所以弟兄子民 你什么时候都需要交托 别怕 哎呦 我当时汗就收回了 感谢主 哈利路亚 通过了 那我们俩出去的时候 移民那个法官就跟出来了 我说张伯丽 我先跟你说两句话 那你你当你的材料爆上 我就上网查你的资料 我一看 我就知道你是真的 你不是假的 你上网查 说我不管中文英文 你一查就知道我是谁 他说你有一本书 我说 能不能送给我一本 我说我还真带来了 但是我不敢给你 我给你不贿赂你吗 他说20块钱以下不算贿赂 那你这书值多少钱呢 我说在网上就七八块钱 他说那行你送给我 我给他签了个字 送给那个法官 你看人家挺好 人家基督徒 人家知道 他的牧师教会 很多人 好几百人 牧师教不上他的名字了 你看 神怜悯我们 你的道路 神知道 你们 只要你忠心地跟随主 你一切上帝都负责 我们也感谢主 最后一点 我们看第三点 敬畏中认识耶稣基督 耶稣对彼得说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教力 架在盘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够胜过他 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捆绑的 天上要捆绑 这一种祷告的权柄 神给他的儿女 一种宣告祷告的权柄 我们有个特别的身份 所以我们在地上 我们要为主做工作 传福音 祷告 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让那些在罪恶中 捆绑得自由 得自由 你知道你今天 你传福音好像很难 很多人觉得 我就在自由中 美国就是自由的 你真的是自由吗 如果你在罪恶中 你就没有自由 对不对 如果你在罪恶中 你就有恐惧 你知道这罪 有一天发动 就会找到你 我常常说 罪不是因为你犯了罪 可以成为罪人 罪是因为你有犯罪的基因 你有一天一定会犯罪 当这个条件成熟了 你一定会犯罪 所以那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自由 自由是什么呢 基督里的自由 我来之前的那天 我在加州一个弟兄 他要送我去机场 因为飞机很早 我四点钟就要往机场赶 凌晨四点钟 那七早 所以我就在住他家里边 他又到我家机 还有费时间 他们家晚上来了 两个国内来的 也是官员 也挺大的官 太太特别想依心耶稣 来教会听我讲道 每次听了就哭 流泪感动 但是他说 我就怕我信了耶稣 就那么多的规矩 我受不了 就很多的框框 约束我 我说哪些你告诉我 他说不出来 他说不出来 他就说反正是有要求 那我想做什么 信了主就不能做了 我说那你做那些 所谓的什么 一定是不合神心意的 他说对 那当然的 可是那我不做活 有什么意思 很多人就 我们现在吸烟都不能吸了 吸毒都不能吸了 外遇也不敢搞了 离婚也不能离了 那有什么意思呢 那我跟你说 那你说这些都是对的吗 他说当然不对 可人挫着嘛 得有自由嘛 那我就告诉他 这些不是自由 这些叫什么 捆绑 捆绑 我说你是读哲学的 他学有哲学 我说康德这位伟大的哲学家 说过一句话说 什么是自由 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自由乃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你觉得话有道理吗 你不犯罪你才是自由的 你犯罪就没自由 基督徒有不犯罪的自由 我这个很厉害 靠着圣灵的能力 对不对 那你说我可以贪污 我拿行受贿 你没有还回去的自由 你受了贿了就有记录 中纪委啊 很厉害的 那我有一天 我有个人受洗 他老婆是纪委的 哎我听纪委的 我想跟他聊聊啊 我说纪委的啊 王岐山领导的人呢 我说 哎你们对贪官了解多少 什么样级别的官员 你们都知道 他说这个我跟你说吧 不催 触及以上的贪污多少 我们都知道 我得抓呀 他抓 没工作了 没工作了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我们所做的工作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通过调查 给他汇总 档案封上 上面又动谁 我们就把档案交出去 我想一个纪委都这么厉害 上帝会怎么样 那你犯的最难的 上帝不知道吗 一定知道嘛 有一天你到天国的时候 交出去 审判来临 那多麻烦 那圣经 但是圣经告诉神有恩典 就是你在今天 你认罪悔改 认罪 你就得自由了 我就跟他讲 他那天他就一下就开了 我说自由 比如说你吸毒 你有吸毒的自由 你就没有不吸的自由 你就被捆绑了 上瘾了 你有贪污的自由 你没有环污的自由 有自由吗 今天薄熙来有自由吗 薄瓜瓜有自由吗 当年何等的不可一世啊 今天有自由吗 周永康有自由吗 那么大的官 没有自由 对不对 不仅他们今天人生没有自由 思想也没有自由了 不认识真理 怎么会有自由呢 真理才能受我们得以自由嘛 对不对 圣经说真理是谁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明天会讲 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 我们就找不到真理 找不到真理就没有真的自由 那我今天有真的自由 是我认识真理的自由 我在真理边能够活出自由 我听说准备这非常重要啊 在敬畏中认识神 敬畏他 把他当作神来敬畏 而不是我们自己就是神 然后我们自己就是神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当我们今天认识这位神的时候 我们发现 当我们认识神 我们生命会有很多很多的改变 首先一点 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谁 我们认识耶稣是谁 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是谁 过去我们自我中心 我们觉得用我们的眼光判断一切 一边读圣经 我刚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也读圣经 但是我总会画出一些问号来 这些东西不对 这段经文与法不对 我是搞文学的 我会 这段经文与常理不通 这段经文我不能理解 这段经文太武断 我会不断地画问号 为什么呢 当我今天我信主这么多年了 我发现在我当时读圣经的时候 我是以中国的文化 和我个人的这种思想来为中心的 我来审视圣经 你明白吗 可是当我慢慢圣灵充满我 我知道我是被造之物 尤其我在中国读的那点东西更有限 知道吗 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中国读的东西 里边都掺很多的水分 尤其读历史 都是假的 我来到美国 我在普利斯顿大学 我的老师叫余英时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中国No.1 不是中国 中华民族No.1 那就是今天的胡适 他的学问比胡适大多了 明晰当然没有胡适大 但学士比胡适大多了 我跟了他四年 我在跟他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他说张伯利 你的思想里边全是共产党的东西 我说不会啊 我反对共产党啊 你就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 因为你在 你从小受的教育 在你的血液中 就像毛泽东说 要融化到血液中 你改变不了的 那我说那我怎么办 我当然不要 这东西不好嘛 我又不要嘛 因为我们大陆这批知识分子 连中国传统的儒家的东西 我们都没有 我们没有儒家的那种仁爱 谦让 礼 我们都不懂 我们懂的是斗争 是什么 马格兽威的哲学 就是斗争的哲学 我们小儿所学的就是斗争 斗不倒你 我就得倒 对不对 所以毛泽东说 于天奋斗 其乐无穷 于地奋斗 其乐无穷 于人奋斗 其乐无穷 十一人民不斗行吗 七八年就斗一次 你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在我们学会 所以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不同意见 我们就开始不喜欢那个人 不喜欢我们就恨他 他又坏了 他死了 我们太高兴了 这个都不是基督教的文化 你知道吗 也不是中国传统的文化 那我们说的文化是什么 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教育 那我们共产主义又不是全部 那我们又不是马克思的东西 我们现在其实是列宁和毛泽东的东西 列宁的哲学核心就是暴力的革命 就是暴力的革命 所以我们里边有一些的这些不好的东西 那我就跟于先生 我怎么能够把它除掉 如果你身体有毒素吗 那用药物 医生会帮你除掉它 对不对 或者你就干脆 你这个胆固存高了 吃蔬菜 对吧 吃点什么 这个喝点红葡萄酒 总是想点办法 我说我有什么办法 于先生说 不要读大陆出版的书 要读台湾出的书 香港出的书 就书牌版的 懂吧 那我发现读书牌版的书 挺有意思的 读就同意同意 读横牌版的摇头摇头 怀疑怀疑怀疑 同意同意同意 其实也不是这个 后来我读什么书呢 读圣经 我发现中国台湾出的书也不行 也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的 烈性的东西在里面 后来我读圣经 这卷书给我智慧 这卷书给我恩典 这卷书给我聪明 认识耶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至上者才是聪明 我才知道我是谁 我是个被造物 我是个普通人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一个 不能胜过软弱的一个人 我是一个 虽然经过那么多的苦难 是神中火力 捡出的那一个 怜悯被怜悯的人 如果没有他的怜悯 我早死定了 我多少次死定了 你想 我在八九年广场上 最后一批撤出来了 那一批人 多少就不见了 我还能活着 上帝保守我 逃到苏联 后来我从那家里逃到苏联 大雪包我埋葬 我逃到西伯利亚 晚上全是狼啊 你知道吗 那狼的眼睛都是绿的 你知道吗 那狼不是一个人一群 饿得嗷嗷叫 你像我那时候浑身出热汗 热腾腾的大肉包子 吓死你 躲到了草地里 草堆钻进去 让狼看不见 他闻到你的汗味 你就没命了 他不是一个狼 你知道吗 然后结果汗就消失了 就外面越来越冷 零下四五十度 四十多度 马上快冻死了 我就呼求耶稣 我活过来了 你看到没有 我的命多大 我现在常常想那场噩梦 如果没有活过来 会怎么样 那我就没了 我就死了 第二年春天雪化了 可能你连骨头都找不着 野狼都给你吃光了 我告诉你 活了 今天想 就是一场梦一样 知道吗 来到美国 一病四年 普林斯文大学的时候 人家都毕业了 我还在医院里面呢 病了四年 肾衰竭 癌症化疗 到台湾患肾 人类的苦难我都经过了 经过多少苦难 但是这卷书 这位耶稣基督给我力量 我知道我的生命 在他手中 不在我的手中 我不需要自己去挣扎去奋斗 我祷告 我把自己交给他 我慢慢学会聪明了 我原来我安排 我的路我安排得很好 我来到美国 读完普林斯顿 我就去做历史学家 然后写我的书 然后再找个媳妇结婚 再生两个孩子 国内计划生育 咱们不计划 他管不着我 想得很好 然后60岁退休 有些人说不定还能回中国的 干点什么事 想得很好 一下子进医院 四年 我才明白 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 我想什么都没用 你知道我常常躺在病床上 我就哀叹了 我那口气很长 我就 嗨 雄心万丈 卧病在床 你能干什么 你才知道 你就是那个尘土 你什么都不是 我才知道我是谁 他是神 我是人 他是创造者 我是被造 他是拯救者 我是被拯救的 他是施恩者 我是接受恩典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恩典是 是不存在的 恩典是你需要接受才存在 你不接受是不存在 所以这个恩典 临到你说 你要要 这个礼物给你 你要要 所以我就 跟主说 我主 好 我想明白了 只要我能活过 这一场灾难 我每次都是这样 过了这一场灾难 我就感谢你 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 那我也忘了 每次说完就忘 这次不敢忘了 我说主 如果你让我离开医院 我就离开医院 我就进神学院 我如果离开神学院 你就这样我进医院 所以现在 神学院永远不敢毕业 所以你看 我就离开医院 到今天 神能点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神的第二个位格 在敬畏中认识他 把一生交给他 因为他爱你 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边 可能有好多年了 你不仅要了解 基督教的文化 很重要了解 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 耶稣基督 你如果不仅认识他 你还要跟他建立关系 让他在你的生命里边 你在他的生命里边 让他引导你 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 他的意念高过你 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 基督教是一个生活方式 信神不是信基督教 是信耶稣基督 信他为我们定死的事 信他爱我们 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不仅在未来 给我们永远什么呢 今天给我们喜乐的生命 平安的生命 给我们得胜的生命 也给我们在家庭中 工作中 儿女教育中 生活中 来活出耶稣 这个就是真正的信仰 信仰是生活 你们 不如我们里面天使信仰 一二三四五 我们就是在世界中 不是的 每一天 每一分钟 他都与我们同在 两天 这下一个 这下一个 没有什么 killing